今天是我第六次来到COSA法拉利 也就是位于上海的法拉利之家 我为谁而来呢 就是我生前的这台大家伙 当你第一次看到这台法拉利 12的Lintley的时候 你会它的外观深深的吸引 我觉得它是彻底致敬365GTB 迪通达的这么一款车型 尤其是这个位置 你可以说反而每一款车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传承性跟关联性 但是你又总能在这些车上 看到之前车型的影子 当然了这个车是JT812 Superfast的 毕竟它是一款V12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也是最新的F140HD的动力 是一个超高转速的发动机 9500转 基本上在9000转的时候 才能释放出所有的动能输出 整个车的设计感也是特别的强 可以看到这个延伸出来的 日间行车灯特别的漂亮 并且下方也是一个碳纤维的进气槽 在这个位置是导向轮圈的 轮胎的上方也是有一个导风槽 整个的车可以将空气动力学玩到了极致 那引擎盖是上翻的 可以让它的造型变得更优美 当然所有的法兰利目前V12的车型 都是引擎盖上翻的 这根或三柜的设计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轮圈 切割感特别强 据说是一整块的材质切割出来的 所以你看上去的时候 会感觉到它的美感真的是让你流连忘返 六活塞的刹车卡钱 还有探陶的刹车 这都不用说了 对于法拉利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轻车熟路了 前轮是配备了米其林的21寸的275胎宽的轮胎 后轮是315的胎宽 这就说明这个车是一个后期的车型 而且它轮胎是米其林的PSS5 可以说是相当性能的一款轮胎了 上方的导工桃是跟前方连接的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进来 扫过从这流出 整个的空气力学的安排都是如此的和谐 下方也是一个碳纤维的侧群 整个车的轴距是达到了2700毫米 可以看到人坐的位置 大概就是车的中间靠后半部分 毕竟这是一款中置的V12的发动机 之前说过很多车是流线型的线条 但说真的只有12的车尾 真正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流线 因为这个角度看上去这个车实在是太漂亮了 并且它的贯穿的尾灯还有下方凸起的包围 这个地方也全都是碳纤维的 尾排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抖气槽的整个的这个地方 看上去说真的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确实是一件艺术品 打开它的后备箱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后备箱也是非常实用的 它有固定箱子的位置 放一个登机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配置表 当然了它这个五六百万的起始售价 烂七八糟装完之后也得七八百万 这是没跑的 那即便在这个卡部件的位置 也可以看到它是铺满了大量的碳纤维材质 而且这个半路出来的前轮的这个位置 透过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都是各种铝合金的悬挂材质 这个部位我觉得是这个车最美的部分 那不光有强大的V12引擎 它还配置了ABS EVO的控制器 以及六项的底盘动态的传感器 那再配合这个全铝的底盘 可以说为极致的操控做到了很好的保障 那来到车内依旧是法拉利传统的双独立坐舱 什么叫双独立坐舱呢 就是你在驾驶位跟副驾驶位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这个车也是采用了一个15.6寸的液晶仪表 还有一个10.25英寸的中央触屏 当然了还有一个8.8寸的副屏 那这个位置依旧是传统彰显自己的身份的logo 那有意思的是它的手套箱是通过这个按键来控制的 还蛮有科技感的 并且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屏幕都是三屏联动的 所以说在科技的时代 法拉利也是结合当下最流行的元素都给你安排上了 那整个的中央通道呢依旧是法拉利用传统的气场的通道 那挡杆也是一种拨挡式的 那熟悉法拉利的朋友一定知道它是怎么启动的 就是挂到A之后呢 然后还拨票它就走了 那方向盘呢也是最新的电子化的方向盘 Morantino的按键呢 是在这个位置 这就不用多说了 这都是它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那整个车内包括顶棚啊 还有你能看到的地方呢 全部被皮质包裹 这个没什么多说的 但是我要想说一下这个椅子 那这个椅子呢是纯碳纤维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选装的 并且呢它的包裹性呢是特别的出种 坐在上面呢 你不能说有多舒缓 但是这种感觉就让你有一种强烈的驾驶欲望 当然这个车如果你要不喜欢这个硬顶呢 它还是有软顶敞篷的 可以选择 在当下的这个时代 你能买到最原始的Bernatina的这么一款车型的话 那么这台法拉利的12斯林特利呢 我觉得是值得收藏的东西啊 毕竟当下能买到这样的一款产品 确实已经非常的难了 只是它的等待时间要到2026年 你觉得它值得你等待吗